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比较就是什么今天讲的就是绝招怎么样改名的绝招改名的最新方法和七岁指纹的电话热线就是一打就通了这个热线 我们每次发布的都是以就是最重要的消息为主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讲解的是改名改出声的最新处理的方法 以前的方法现在都不好使改名都只有百分五十五十的成功率 今天讲解的这个最新改名方法它有百分百的成功率 还有七岁指纹如果你不知道电话今天有指纹电话提供给你这个视频 今天讲解的就最重要的两点 OK那现在开始了 现在改名的最新方法是这样子的 现在七岁就申请指纹预约是现场处理的 就是指纹你要去现场是由移民局给你处理的 移民局处理的 所以没有身份的人要专门去建移民官了 然后处理你的指纹这样子 然后这个部门是最新的部门 这叫做最新的部门叫做SSC部门 你不知道的不用管它是什么 就是移民局专门开的一个部门叫SSC 只要你是没有身份的任何申请人就必须去这个部门 它的职能是什么给你做指纹 给你做指纹 收材料 收材料 还有拍照 拍照 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可以通过SSC这个部门直接改名 就是现场直接给你改 直接改名 直接改名 而且成功率是百分百 已经好多个伙伴通过这个方法改 是怎么改呢 因为你无身份就不能去图书馆 图书馆是不可以去的 就是无身份它只派你去SSC这个部门 但收费内申请跟免费内申请的话 不管是收费内或者免费内申请都必须去建SSC 只要你是无身份的只要你是无身份的就必须去建SSC 就不能去这个图书馆 无身份的是去不了图书馆的哈 就是系统不会只派你去图书馆 它肯定只派你去建那个移民官 那有的人说我很害怕呀 移民官等一下会不会现场把我抓了 看你情况 这个就是SSC会不会抓人 我们可以告诉你 他有时候真的会抓人 因为他是移民局 移民局 他叫你去建移民局 移民官现场他有可能抓人 现场他有可能抓人的 现场有可能 有可能抓人 有可能被他现场 就是就叫保安进来把你给抓了 那你不要太担心 我们会给你评估 你到底会不会被抓 所以你如果会被抓 你千万就不要去了 一 你小孩必须七岁 不然你去了SSC等一下被抓了 你就完蛋了 二 你必须 必须有 必须 符合 必须符合移民法 必须符合移民法 就是你如果申请的不符合移民法 他叫你同居两年 而你却没有同居两年的证据 就有可能你申请失败 然后你如果去的话就可能被抓 就是你不符合 调款 这个是以前那个面前的时候有可能被抓人了 这样子 现在可能性就降低了 现在就可能性降低了 因为现在他没有现场给你处理 如果现场处理你失败了就抓人 现在没有现场给你处理 现在这种抓人方法就比较少了 但是什么情况会被抓 就是说你是单身 单身 然后你如果潜逃 单身然后潜逃 单身潜逃 你突然间申请了SSC 然后你就有可能被抓 因为你SSC他会抓 抓人的 你不要认为他不会抓人 你单身进去的话 他发现你没有小孩 也没有家庭 然后你的申请就不可能会成功 然后之前你还没有报到 就是逃逸 逃逸 那他就直接把你给抓了 这是有可能的 直接把你给抓了 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个SSC部门也不是鬼门关 很多伙伴们去了做了指纹 也拿到身份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讲解的是 在你申请是符合条款的情况下 就是符合移民法的情况下 符合移民法的情况下 你才去SSC 然后SSC现场会拿了你的护照 拿了你的护照 拿了你护照 你的中国护照 但是你不要担心 如果你的申请是七岁的 或者是合法的 是符合移民法的 七岁或者符合移民法的 你都不用担心 你的护照他还会计划给你的 符合移民法 如果不符合呢 他就是护照就是愿来遣送你的 中国护照就是愿来遣送你的 你注意了 是怎么不符合遣送你的 比如说你二十年申请 然后通过不良律师 不良 不良律师 不良的律师把你给害了 就是证据不足 然后就被护照就被扣了 护照被扣了呢 你二十年也拒绝了 二十年就拒绝了 那好了 那这个护照 这个护照就是愿来遣送你愿的 所以有时候你护照拿进去 是要本着被遣送的 你要自己看清楚 所以这个这个是有情况的 你遣送中国就是用这本护照 我跟你讲 如果你被律师给错误了 就是错误的评估 我们叫做错误评估 然后错误的叫你不能做 错误的叫你做 然后SSC又扣了你的护照 你二十年 SSC扣护照了 你就完蛋了 扣了你的护照 你后面就可能 你报到就会被抓 就报到 就抓了 这是有能这样 通过这种方法 把你抓回中国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重点 在这里了 就是如果你通过收费申请 或者免费申请 SSC 只要你是没有身份 前提是没有身份 没有身份 都是由SSC来处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SSC是移民官 他做得更专业 他不想要你去图书馆 他就是要把你案子专业的给处理的 你要面对着移民官来处理你 所以你肯定很紧张 是吧 但没事 七岁的伙伴们都去见了SSC 听说很nice 他们 他们是nice 只是没有钱送你的时候 SSC真的要把你钱送的时候 他们就不nice的 他们就对你来讲 他们就是恶魔了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想着SSC都nice 就是如果你 你那个案子是好的 他是nice的 案子不好的 SSC就是恶棍 他要把你抓了 他要通知那个什么 通知那个 就是报道处 把你人给抓了 因为他手上有你的护照 就要送你回国 SSC就是移民官来的 然后我们处理案子的时候 SSC如果通过收费内的最终的案子 一般会落到SSC处理 然后你们七岁免费的 全部是Niverpool来处理 所以Niverpool 他全部处理免费的 所以Niverpool处理的时候 他会特别慢 等待的就比较久 等待的比较久 然后我们今天所讲到的重点 就在这里 如果你有仔细听的伙伴 听到这里 那你就得到了今天的狐利 狐利就在这里 狐利在哪里 就在下面讲的这一个 内容 就是怎么样改名 能够容易改过来 你现场把护照的元件 拿出来给SSC看 就是说 哎呀 我这个名字 名称错了 名称错了 错了 然后出生年月也错了 错了 错了 没事 SSC不是移民官吗 他们是移民官 移民官 他他有权限的 他有权利的 他就打开电脑 电脑 直接给你改过来 直接改 就给你改过来 是吧 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改名 现在改名 这样改 百分之百成功 就是你去做指纹的现场 你去预约的指纹的现场 指纹现场 指纹现场 直接把护照给他 然后说我要改 然后前提条件是 你要符合移民法 要么小孩七岁 要么真的有二十年的材料 有的伙伴拿二十年还愿假的 假的名称 你做出来 回不去 已经二十年回不去了 你还要回不去吗 是不是 二十年只要材料充足 可以把护照拿出来 叫他把名字给出生年月给你改过来 然后七岁只要你小孩满七岁 你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要么小孩七岁 要么你满二十年 满了二十年 满了二十年 你把现场把护照拿出来 这样子改过去是没有问题的 SSC也很乐意给你改 因为你护照元件拿出来了 证明你的真的名字 是错的 然后你出生年月也是错的 而这时候你身份还没有出来 改过来的成功率是百分百 他现场对着电脑 一分钟就给你改好了 一分钟改好了 这种叫秒改 秒改过来 一秒就给你改过来 是不是很牛呢 是吧 所以SSC也有好的一面 你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是移民官 他有这个权利 他直接通过电脑给你修改过来 所以你律师夜想的朝思暮想的改名 一秒钟就被移民官给搞定了 是不是 然后你去 你按这种方法改了成功率是百分百 如果你还是等居留卡出来改的话 目前为止还是五四五四 我前两天刚做了一个被拒绝 但还还有一半的人成功了 所以你要面临不确定因素 如果你还是一意孤寻的话 等居留卡出来改 就是你要面临不确定因素 那有的人说 哎呀 我律师说 我只要把护照呼应件提交进去 提交是可以的 提交也是可以的 就是呼应件之前提交进去 但是很多人发现出来的卡还是假的 卡还是假的 假的 很多人发现就是卡还是假的 所以最好的是你在做指纹的时候 做指纹的时候听清楚 做指纹的时候 指纹现场就是把护照元件带去 护照元件带去给SSC看 让它直接给你改 最近都是通过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特别好的 直接现场改百分百成功率 所以今天我们花的福利 就是这一条福利了 你如果伙伴们有看到这里 那你就得到了这条福利了 但是如果你还要听律师的 比如说被潜规则了 说哎呀 做出来的再改 他只是想收你那个成功费 因为律师有一个叫做成功费 知道吧 成功费你应该听得懂吧 成功的费员叫成功费 他拿了成功费 结果你名字改不过来 结果你就鬼哭拿好了 没办法 鬼哭拿好 就是这么来的 鬼哭拿好就这么来的 因为回不去嘛 然后成功费又给他烧了 然后自己又鬼哭拿好了 没办法 就到我这里的话 可能都哭了不成声了 有的都改了三次 有的改三次 有的改三次 有的改四次都有了 然后最后宣布 那个永远改不过来 或者续签的时候尝试吧 没有办法被人潜规则 那有些人是潜规则之后 当然是不能回国了 是吧 你名字对不上 回国了之后 人家过不来怎么办 是不是 那有些人是自己把自己潜规则 这是最近刚刚发生的 就是自己把自己潜规则 名字错了 自己不告诉律师 因为有生活太紧张了 太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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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能太激动了 激动也不好 激动会什么样子 激动会做错事情 错误的事情 错误的事情 你其实可以再约一次的 如果你护照还没出来 最近他说护照没出来 那就先去按指纹 护照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就去按 先去按指纹 那没办法 你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换错了 你可以重新预约了 其实重新预约是没事的 重新预约 身份不会跑掉的 只要你有七岁 身份不会没掉的 而且我上一个视频也说过了 你自己去看 七岁早拿到不一定好 早拿到不一定好 不一定是好的 早拿到不一定好 为什么呢 一来你会面临到那个十年 十年等下不满 十年不足 不足十年 那你要续签 是吧 等下报到不足十年 那你不是要续签 是不是 不足十年 你要续签 那你不是去了 一笔续签会 是吧 所以早拿到不一定好 不一定好 因为七岁换进去申请 刚好你那个七岁换进去吧 早六岁多批下来是最惨的 他等一下肯定会续签 你看你七岁申请加上个半年批下来 是吧 加个0.5 五年批下来 那再加个你的两年半 才刚刚好等于十年 那时候可以申请远居 不是吗 所以七岁理论上脱久一点还是好的 就是脱久一点对你还是有益的 脱久是有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脱久一点的话 你等一下会满十年 不愿续签 是吧 不愿面临续签 不愿面临续签 但是你如果太早拿到的 你需要面临续签 那你反而 反而不好 是不是 续签要去一笔续签会 如果全家人人口太多 五口成疑 每个人现在已经长到一千五 从一千五长到两千五 就算你只生两个小孩嘛 成疑 现在变成两千五了 因为医疗是一千 然后移民局是一千 一共两千五 这样你就去了十千 是不是 那你说你早拿到好吗 早拿到反而害了你 是不是 你正常拿到的都有点 时间都有点不够了 那你却要续签 是不是 这个上期视频就讲过了 我就一笔盖过了 所以你可以延迟预言 只要打一个电话 我下面会给你电话的 下面会给你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所以你如果护照还没做出来 明治出生年月又是错了 明治出生年月要错了 一定要提交护照 你可以打电话 来延迟预约 等拿到护照的时候 你就可以要求移民官现场给你对着电脑改 因为你护照元件在手上 元件在手上 他们一定会给你改的 我们最近这么改法 也改了好多个客人 都成功了 就是拿到护照 你现场提供元件给他 他现场给你改过来 现场移民官 他是有这个权限的 移民官对着电脑 他现场就给你改过来 现场改过来 你什么东西不对 什么 所以说 所以说呢 你延迟一下 预言还不会要命 你等一下做出来 明治是假的 你才要命 出生年月也是假的 你要面临不确定因素 等一下他不给你改 有的人说我给他个呼应键行不行 呼应键他不乐意给你改 因为他要见到真正的原本护照 移民官是这么说的 我们也去过这个SSC中心好几次 就是带客人去的 SSC就是要拿到护照 看到护照元件 他现场给你改 他会说OK 没问题 我现场电脑给你改 现场电脑里面给你改过来 你看扭不扭 他因为是移民官 现场改过来是他的权利 他有这个权利 然后他再把你护照呼应一下 才行的 然后基本上护照会被他没收了 因为他要把你扣起来 但是你只要符合移民法条款 护照是不怕被他没收 后面就批着身份 他护照会还给你 就算你不还给 护照不还给你 护照能值几何钱 护照也就等于二十半 你要拿去拿去 我再申请一本 所以护照一本就二十半 但是他如果能够帮你 把那个名称出生年月改过来 这个绝对是物有物操所值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传授给你的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你不要认为改名改出生年月 是一种潜规则 有的人是自己 自己把自己给潜规则 自己把自己给潜规则 那不能怪了律师 你自己爱潜规则自己 是吧 那结果名称改不过来 你自己自食苦果了 没办法 所以不要恐慌 不要恐慌 你只要小孩七岁 你都会拿到的 恐慌是没有愿的 恐慌的话 只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错误的决定 你都会拿到的 完拿到而且会更好 完拿到为什么会更好 因为等下十年条款 你不会差个几个月 你要续签 你听懂这个意思 续签你去了更多的钱 是不是 你这样自己害了自己 自己害自己了 是不是 你要做正确的选择 我们发出视频 就希望伙伴们 做出正确的选择 正确 正确的选择 然后你不会换错误 不然等到你自己换错误了 你就付出残重的代价 所以我们学习 是要通过 从别人错误的经验 学里面学习 别人错误了 我们学到东西了 别人错误里面学习 而不是等到自己换错误了 自己换错误了 那你就付出残重的代价 你才学习到 才学习到 那你就太迟了 自己错误里面 从自己错误里面学习 需要付出残重的代价 付出代价 所以聪明的人 是从别人错误里面学习 从自己错误里面学习的人 都付出了残重的代价 知道吧 然后预约的电话 SSZ部门 我们今天会提供给你 就是说 如果你想改约 或者你案子已经 移民局已经写信给你了 要你预约的话 他的电话是下方 如果你案子等太久了 也可以打这个电话 看看能不能预约 太久了也试一下 能不能预约 就是 案子太久了 可以预约 案子太久了 打电话预约 打电话 案子太久了 可以打电话 如果你收到移民局的信 你收到了移民局的信 也可以打电话 然后如果你要改预约 改预约 也可以打电话 所以你这个电话 只有这几个情况下 你可以打 其他情况下打进去 他是不会管你 比如说你没有收到移民局的信 你打电话 他说你不能预约 如果你的案子拖的不够久 然后他也不会给你预约的 你案子如果拖了很久 你跟他讲 我已经很久了 我希望能够预约到我的指纹 你也可以打电话跟他讲 我能不能预约我的指纹 你改预约当然可以打这个电话 因为你想修改你的预约 就是说你有时候护照还没做出来 你可以把预约给推迟一点点 对你来讲是好的 所以推迟有时候是好的 不但可以帮助你十年那个条款 报到十年 不但可以在报到十年 让你获得足够的时间 报到十年 你时间够 不但报到十年 那边时间可以 让你变成足够 而且你可以顺利的提交护照 然后SSC现场修改名称 修改名称 这个是特别牛的 现场给你修改 现场修改 听都没听过了 今天我们传授给你的 现场修改名称 修改出身 出身你说 牛不牛这个 是吧 这个传授给你的 绝对是你用钱买不到的经验 我们是 专门是提供的 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经验给你们 希望你们可以从中获利 我们这个就是公益平台的初衷 然后你预约的时候 要提交材料 要提供一个Case ID Case ID一般在哪里呢 在移民局的 移民局的性的右上方 移民局性的右上方 右上角有一个叫Case ID的 一般你在去提交材料的时候 移民局会给你一个搜据 移民局给你一个搜据 搜据 移民局给你这个搜据的右上方 就有一个Case ID 你自己去找找看 是不是有 Case ID就在右上方 你看到的 你就明白了 如果你通过收费内申请 收费申请 就有一个申请编号 收费申请 就有一个申请的编号叫 UAN number UAN号码 申请编号 它简称 这是收费内申请 有的一个编号 有的人免费申请7岁的 免费7岁 有时候也有 有时候也有一个UAN number 就看情况 看情况 如果是ShiftUO处理的 都有一个UAN number 但你不用管 如果是UAN number 它的组合是 12120001 有四组号码组成 然后后面 都是数字 前面肯定是12120001 然后说到今天的重点 移民局的直线预约电话 是08002346344 伙伴们如果有听到这里 这个狐狸就提供给你 是你的预约电话 你自己打电话去 就可以约到你的指纹 当然你如果没收到信的话 他可能会不给你约 但是你自己可以尝试 你自己尝试 所以这个号码就供应给大家了 大家自己掌握了 这个号码是移民局的直线电话 打进去 马上移民官就会接电话了 然后你一共可以预约到几个移民局 移民局有几下 这是移民局可以选择的地方 不是那个图书馆 移民局的地方是可以选 Coyden, Belfast, Shelfield, Glasgow, Cardiff, Solifold, Liverpool 这几个点 他就没有其他点了 所以移民局的电话在这里 直线电话是预约指纹的 当然你必须拿到有Case ID 或者UAN Number 如果没有的话 你至少要提供HOME OFFICE Number 我们叫HO Number HO号码 就HOME OFFICE Number HOME OFFICE Number是什么组合呢 一般是你的性性的第一个字母 性的第一个字母为组合的 字母性的第一个字母为组合的 比如说你性程 你的内政部的编号肯定是系开头的 系开头的 然后后面一组数字 比如说你性和肯定是H开头的 然后后面一组数字 这样子 然后你比如说性宁 你是L开头的 后面一组数字 根据我们的经验 夫妻 夫妻会供应号码 供应HO编号 HO编号 这个是我们经验告诉我们的 就是有时候你老婆的编号变到变到你那里去 你的编号变成你老婆的 变来变去都没事的 没事的 移民局知道了 移民局电脑里面已经把你们两个人给绑定了 知道吧 绑定 就是你们案子已经被绑定在一起了 绑定在一起 就是绑定在一起了之后呢 你们就是 你们就是 一个组合了 一个家庭了 所以绑定 绑定一起的话 把号码共用 你有时候会用你老婆的号码 你老婆有时候用你的号码 反正你们是一家了 哎呀 无所谓的 你只要给一个号码 只要给一个号码 他们就会查出来 你们全部人的资料 所以移民局里面冠用的是电脑 电脑已经 已经把你们组合了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说 这是我老婆的 怎么变成是我的 没事的 他们电脑已经把你们两个人给组合了 就是组合了之后 你们两个是一个共同体 两个号码共用 共同体 就是号码共用 反正你们就是没有结婚 即使没有结婚 也被他们给结婚了 移民局强制把你们给结婚在一起了 就是你们的移民局档案被结婚了 移民局档案把你们给结婚了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移民局这样搞 他是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 不用去查两个人的材料 所以档案把你们给收到一起去了 所以你不要认为 你说你们分手了以后 移民局档案里面 还是会有你以前的前任 那些资料的 所以你不要认为他不知道了 他们即使你分手了 他档案还会存储在移民局 电脑里面一辈子的 这样子 那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解的 就是移民局的预约电话 这是第一点 还有另外一点的 就是移民局怎样现场 SSC给你把名字给他改正过来的 你千万不要恐慌 一定要快快的去做指纹 你要做正确的指纹 而不是去快快的做指纹 就是不是 不是要快 不是要快 等一下错误了 你两年半都不能回去 你想快也快不了 是吧 2.5年等下都回不去 不能回国 那你快能快起来吗 是不是 你要正确的 错误的等下 反而让你回不去的更慢了 是不是 所以你要做正确的指纹 而不是做了错误的指纹 不要恐慌 不要自己把自己潜规则了 律师楼本来不想潜规则你 你自己把自己潜规则了 要去按错误的指纹 那谁也没有办法 是不是 你如果有错误 你一定要拿到护照 然后现场跟SSC说 我要改 知道吧 SSC部门 他们也挺nice的 只要你符合移民法 他们是不会现场抓你的 你不用太担心 被抓都是少数 几乎不存在的 也没有能那么笨 笨到那个程度 不符合移民法 也进去被他抓了 那是比较少人 你难道不需要找一个律师帮助你 告诉你 你到底可不可以申请 最重要的是20年 如果没有材料 护照被他拿了 就很危险 后面可能会前还 好了 今天那个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 是关于最新的改 改出生 改名称的方法 还有7岁的指纹 预约现场是可以 改过来的 然后预约电话 今天也提供给大家了 好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 我是陈先生 今天那个公益的视频 主要是以这个 就是 就是最重点的 就是预先说的 有的人说 为什么你有很多视频 说你要说 却没有说 我们时间因为有限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什么东西 最近是很多伙伴们问到的 很需要的 我们就优先给你们 安排做视频的 还有其他的 我们后期会安排给大家做视频的 比如说 最近有问到了 客人有问到了 就是 买环啊 还有 无利啊 还有那些 怎么样标环啊 买政府房 折扣啊 还有那些 税务局前次又有人问到 还有一些人问到 要怎么汇款 用APP银行汇款等等 这些后期我们会讲 因为很多伙伴们都不需要这些 我们跟他们讲的APP 就是说一 举一缓三 说一个 他们已经懂很多了 就剩下一些困难户 那我们要特别抽时间 就是交困难户 怎么样做这个 困难户就比较少 所以困难户的视频 一般我们 需要很多伙伴问到的 我们才开始做 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那很不明白的 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 QO的UK 或者扫描消防二维码 联系我们的微信 谢谢你 这个视频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谢谢你